其实开访我一大当的嘉义公园 可以说是很多嘉义郎共同的会议 在这个公园里面的空族庙 确实嘉义是每当在在告诉 基盘最后改变的地点 这一次配合嘉义公园 百年庆祝晚当 嘉义市政府是特别含空族的兄弟合照 出位空族文物店 后面将透过这段电子 可以了解到空族的处想和文化 也来展现嘉义公园 各样康复的文化队下 在这几天的营特志哈 民将进入到 为在嘉义公园里面的空族庙参观 在那里面 这是由空族 由大家所提供的各项文物 后面就能透过这段文物店 来了解到空族的思想和主角的文化 是孔子的一个后代 他们有收集非常多孔子的一些文物 所以我们借由结合 百年公园的一个活动 特别在孔庙这边办一个 孔子的一个文物展 希望一方面 大家也了解孔子的相关的一个司机 另一方面也 强化我们嘉义市观光的一个特色 来吸引全国各地的一个好朋友 能够有空到我们嘉义市来看看 除了我们嘉义市的一个 嘉义公园有非常多的司机外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孔庙 配合嘉义公园开放一百年 的庆祝华党嘉义市政府 特别含空族就带来合作 作为空族文物店 不只是要让民族能了解到辱家文化 也典型到嘉义公园 豐富都外的人文得适 西新新闻中邮民 王秋山嘉义齐 彩虹伯德